亲爱的师长同学们 平安 感谢神让我能够受邀 能够回到母院 跟师生们一起的敬拜 也特别的感恩 院方透过南生老师 去年邀我的时候我都没想到 他就提醒我 这大概就是 你如果有机会在母院这边 跟同学们老师们见面分享的话 是最后一次了 因为下次可能要在巴德路 在巴德不是巴德路 在巴德 很珍惜 确实的这个地方充满了我们许多的回忆 想起我的家的梁小 当时我们在这边的时候 女儿才七个月大 我们就到华神来进修 两兄妹曾经在这个台上跳舞唱歌 很多美好的回忆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我能够再次跟全院的师生 一起敬拜 谢谢上帝给我这个机会 也谢谢院方 在这样的感恩之余 我其实心中又百感交集 去年南生老师跟我联系的时候 我也不做他想 那我想就来跟老师同学们见面 一起敬拜 开心的事情 但是今天我要来的时候 其实心里有很多的忐忑 我想我们人生中间 上帝的作为很奇妙 会在我们的不同的期许中 也不同的际遇的里边 不断地考验我们的信仰 不断地呼唤我们对他的心智 我稍微沉淀了以后 我刚刚在上来的时候 同工带我上来 也告诉我说 星期三是崇拜 星期四是专题 我心里面就在低估了 今天我不知道我怎么样归类我这个 你们自己归类 他到底是专题 还是崇拜 崇拜的信息 也许站在我的心境的角度来讲 我就是跟大家有一点 跟老师们 跟同学们 就有点侃侃而谈 不能说是很严谨的讲道 但确实就是一些的联想 你看光是看这个题目 你就知道这个题目是非常的大 这几年这些年我们也都知道 比如说我们稍微关注中国大陆的弟兄姐妹们 都会很清晰知道中国教会 遇到非常大的逼迫打压 这整个的趋势是每况愈下 到现在都还没有停止 我们方眼看台湾也都一样 我们这些年其实 教会也面对非常严峻的挑战 哪怕是同运的议题 对教会 对基督教信仰的敌意 非常的深 不是说过去上面 过去没有 而是在目前的光景中 有一些的议题非常直接牵连我们的时候 感触非常的深 闪躲的机会都没有 当然我们如果再放眼看全球 也都一样 好像似乎福音信仰 不断地面对这个世界的不友善 这个不友善是越来越强烈的那种趋势 我想我们身为神的儿女 面对世界的不友善 本来我们就不陌生这个事情 因为我们从起初 我们就知道 我们的主所走的路 我们也要走 更重要的是 我们也都清楚知道 因为耶稣基督 他作为道路真理生命 在我们非常基要的信仰的里边 我们都清楚知道 这样的一个福音信仰 本质上就是排他信的 我们不可避免的 当面对基督的时候 是没有人可以默然两可的 没有人可以保持中立 我们必须要表明立场 我们要做出抉择 这样的一个结果 因此它就会演变 你不是复合 你就是对立 我记得我早年 1990年开始念神学的时候 我当时很喜欢一本书 当时的一个新月的 很重要的一个学者 R.T.France 他当时写了一本 有关于认识福音书中的 耶稣的一本书 他的书名就叫做 Jesus the Radical 激进者耶稣吧 你可以把它翻成这样子 Radical 福音信仰里边的激进 这个排他非常鲜明 所以在基督 他这样的一个排他性的 诉求底下 分辨对错 揭发真假 谈明是非 其实这些都是教会生命特质 在历史中间的传承 是我们属灵生命的习性 也可以说是我们 为了交付我们的圣道 所肩负的一种护教的使命 我想路加 这位医生 他也是在这种情境中 他用很生动简洁的文字 就记录了 刚刚我们在 同影片上面所读到的 路加福音第十一章 二十三节那段经文 不与我相合的 就是敌我的 不同我收据的 就是分散的 在耶稣这么短短的 一句话的里面 我们根本没有中立的空间 也没有所谓的中庸之道 肯定不能够做中国 我们必须要选边站 当然 当我们对着基督这样的一个排他性的诉求 是如此的熟悉 也是如此的不敢呆慢 是如何的以捍卫 护教的精神去表达这个排他性诉求 以一种非常积极的宣教的招命 去召告这个世界 跟世界说 要选对边 黑白分明 但是就在这么清晰的排他性诉求的底下 同一位作者路加 就在这段经文的前两章 第九章第五十节 他却提出了另外一个 耶稣基督的诉求 你可以称他是 匡荣性的诉求 又或许有人把它翻译成 整体性的诉求 耶稣说什么呢 耶稣说 不要禁止他 因为不抵挡你们的 就是帮助你们的 这前后十一章的排他 以第九章的匡荣 相隔不远 我们乍看之下 我们会发现这两句话 有非常严重的冲突 似乎前面的一句话 如果我们认同那个意思 我们就容不下后面那句话 如果我们要怀抱后面那句话 我们对前面那句话 我们就无所适从 各位我不知道 你在读这两节经文的时候 你有什么感受 他们是冲突的吗 至少按我对路加的了解 我不敢说我是路加的专家 但是当我们读路加福音 我们读史读行传的时候 每每发现 路加他在潜词用字上面 他的整个的文学 整个思路的表达 非常的精细 很讲究 我讲这跟他的职业 跟他的受训 跟他的养成 不无关系 如果这样的推敲是对的话 我一定会心里再问一句话 路加在写这两节经文 前后相续不远的地方 他是怎么样体会 理解这两句话的 他难道不觉得 这前后有很深的矛盾吗 当然我们也知道 路加不是唯一 记载这两句话的福音书作者 马太福音 单单记载了耶稣的 排他性诉求的这句句子 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三十节 而马可福音 单单记载了耶稣基督整体性 或者是宽容性的诉求 在马可福音第九章四十节 马太跟马可都是个别单一的记录 其中一个 路加是把两个都记载下来 这使我对路加 到底在这里这样的记录 究竟要表达什么 或者我们可以看见什么 产生了很大的疑惑 或者挑起了我内心里边 很多的思考 因为这个思考 不仅仅是在眼睛上面的思考 它更是在我们生活的运用 更是在我们的幕会的过程中 也更是我们在面对 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们往往会遇到的实况 究竟福音信仰的本质 是排他的呢 还是有匡容的 如果福音信仰的本质 我们不仅是就宣教 就对这个世界的关系 来思考这个问题之外 我们同样想到 在福音信仰的本质 它的底蕴的里边 所产生出来的 我们在幕会中间 我们在与基督徒彼此相交的过程当中 究竟排他与匡容 独特与整体 是怎么一回事 它会影响我们 怎么样实践我们的牧羊 它会影响我们 怎么样看待同工 老师同学 我相信我们都知道 路加这两句话不是矛盾的 我相信我们也大概都很快 可以下一个结论 这两者之间没有冲突 当然这个结论 还是需要检视 因此我想我用余下的时间 我不能说是很严谨的解经 我只想把我读圣经的体会 跟大家来分享 各位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 我们知道这段话 耶稣基督会说的原因 是因为这个地方 他因为赶鬼 法利塞人就说 他是靠着鬼王 别西卜在赶鬼 那我想这样的一个 故事的发展 产生了耶稣基督 对他们的解释 对法利塞人 指控他的一个回应 我们也知道 法利塞人其实不是第一次 这样指控耶稣 路加福音第九章的时候 就已经告诉我们 法利塞人当时就已经指控耶稣 是靠鬼王赶鬼了 只是那时耶稣不做生 到了第十一章这里 耶稣基督就回应了 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会觉得 这个地方 耶稣基督的排他性诉求 应该是我们今天一般所理解的 它是一种真理的解说 真理的对错先明 上帝的作为 被你认为是撒旦的作为 这是非常明确的黑白不分 甚至是指白为黑 在这样的事情上面 是不恶价的 我们从这里看到 好像耶稣基督的排他性 直接跟真理的界定 跟上帝的作为相关 我想细节的解禁部分 我们就不说了 只是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耶稣在回应这些的犹太教法师 这些法利赛人的时候 也指出他们的矛盾 提到如果是靠着鬼王赶鬼 一国自相纷争 怎么样能够站立得住呢 透过这样的方式 来做出了一些的回应 各位这个对我们来讲 乍看之下没有太大的困难 但是有意思的是 这样的一种真理 借说的排他 如果去到了第九章 还用得上吗 或者他只能够是 看场合来用呢 第九章耶稣基督 说了这句的 匡荣性的话 各位这个匡荣性的话 不要禁止他 因为不抵挡你们的 就是帮助你们的 耶稣基督为什么说这句话呢 他跟第十一章的时候的处境 谈话的对象不一样 耶稣基督当时针对 指控他 靠着鬼王赶鬼的法利赛人 说了非常排他的话 然后耶稣基督在第九章 跟门徒们说 门徒们当时发生什么事情呢 各位你可以看那个经文 你就注意到了 在那段这种话出现之前 其实是门徒们在争论谁为大 他们争论谁为大之后呢 然后下面讲到 耶稣基督 他要经过撒玛利亚 那边的人 就不接待 不接待耶稣 在争论谁为大之后的第四十五节 第九章四十五节 这边 第五十节 对不起 四十九节 约翰说 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 奉你的名赶鬼 我们就禁止他 因为他不与我们一同跟从你 是因为这句话 约翰说了这句话 有人奉耶稣的名赶鬼 但是呢 门徒们禁止他 耶稣说不要禁止他 然后他说出了这句 匡荣的匡荣性的诉求的话 不抵挡你们的 就是帮助你们的 好 各位我一个很粗略 粗糙的一个观察以后呢 我试着再把镜头放大一点 我觉得对我们今天一般的 福音派信仰 改革中的信徒 甚至已经仍然还缠与着 许多基要主义思维的教会来说 我们对于基督的排他性的诉求 相对是不会陌生的 我们从早远一点的 到近代的 不管是归正神学 归正运动 或者是等等等等 许多教会议题的发生 我们对于排他的理解 很自然 但是我今天想要从后面的 匡荣讲回头 各位匡荣性的诉求 对我们是越来越 被迫要思考的一个议题 我还是要像说 无独有偶 当我决定今天跟大家来分享我一点 对这方面的体会的时候 我发现校园出版社刚刚这个月份 出版了一本 2012年D.A. Carson写的书 他的中文书名应该是 什么 信仰的不宽容吗 不宽容的信仰 打一个问号 The intolerance of tolerance 这是D.A. Carson 2012年写的 很棒的一本书 各位应该可以第一时间 可以随时楼下书记都可以拿得到 就可以翻阅 D.A. Carson的关注是 整个基督教 当然他在美国的处境 在西方的处境 是更加的直接 一直觉得基督教 已经被整个社会 大文化思维 逼到一个死角 被边缘了 边缘化了 他试着要站在一个福音信仰 来回应这样的一个趋势 他的中文书的副标题 就是说他是基督教 与多元主义来对话 那我想那个关怀是重要的 今天每一个基督徒 我们都被逼想这个问题 因为这么多年下来 基督教一直不断被诟病 我们是一个非常霸道的宗教 我们的信仰毫无间隙 根本没有喘息的空间 给别人 所以我们很认真的 看待这个事情 也许吧 因着这个大的潮流 因为这个大的趋势跟挑战 很多的基督徒 今天也开始发现 我们需要有更宽容的心 所以我们就开始practice 我们就开始实践操练 宽容的心 那我想D.A.C.的关怀发现 这中间里面 我们一定要搞清楚状态 我们的战场 我们的敌人到底是谁 到底何谓宽容 他一方面 矛头指向这个世俗的多元主义 来开炮 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他透过这个方式 提醒基督教界 你要了解到底何谓真正的宽容 我想这个关怀真的很重要 我并没有仔细详读完那本书 但是我今天在这个经文中间 我有一些思考 各位我再回到这个旷容角度切进来 回过头来看一下 我们整个耶稣基督的 这两个的诉求 在路加福音这里的记载 我们如果再把经文放大 你就会注意到 他的旷容性诉求的 这个事件发生 第九章 其实要追溯到更早之前 路加福音第九章开始的时候 讲到耶稣基督拆遣十二个门徒 然后我们发现这个故事下面 拆遣十二个门徒 简单而言就是为他们证明了 他们拥有了耶稣基督所交付的身份 使命 被认可了 被认证了 某个角度来说 然后再紧接着下来 就是耶稣基督给五千人吃饱 那我们都知道 这是四福音唯一记载的 都记载的一个神迹的故事 而这个五千人吃饱 在约翰福音里边 他更加鲜明地表达出 耶稣基督他弥撒亚身份的彰显 所以他的神迹行完 大家群众就要拥护他为王 就把他想象成是一个 政治性的弥撒亚 不管怎么说 他是一个非常辉煌的神迹事件 然后紧接着路加福音的下面这段经文 就讲到彼得 他就认耶稣是基督 把耶稣基督的身份认出来 这里就是耶稣基督第一次预言 他要受害 然后我们知道那个故事往下走 就是耶稣基督的登山变像 而登山变像是马可福音中间 很关键的事件 整本马可福音是六章的枢纽 整个故事的转折的枢纽 在这里出现 那登山变像什么意味呢 各位从十二门徒被拆遣 身份确立 五秉二于神迹 这么伟大的老师 从认出基督 这个老师不但客观上伟大 主观上面被认受 再到耶稣基督登山变像 看见那个荣耀 你看都是很辉煌的 在路加的笔下 他的脉络都是很辉煌的 但是就在这么辉煌的过程中间 突然间来一个低潮 就当他们下山以后 门徒们没有办法把一个哑巴鬼赶出来 这是在路加第九章三十七节那边 他们下了山 有许多人迎见耶稣 其中有一个人喊着说 福祉啊 求你看过我的儿子 因为他是我的独生子 他被鬼抓着 就忽然喊叫 鬼又叫他抽风 口中流没 并且重重地伤害他 难以离开他 我求过你的门徒 把鬼赶出去 他们却是不能 在前面这么辉煌的认证 你的老师是这么的伟大 你把他认受了 他也显出荣耀给你看 结果门徒们有所不能 当然耶稣基督在这里 就有很多的感叹 就出现了 这个不幸的又悖逆的世代 等等之类的 耶稣基督就把这个事情就搞定了 就在下面 门徒们争论谁为大 就发生这件事情 各位关键之处 就在门徒们争论谁为大之后 约翰就来讲这句话 我们看见了一个人 他凤里的敏感鬼 我们就禁止他 因为他 不是 不与我们一同跟从你 He is not one of us 不是我们一伙的 各位我不知道读到这里的时候 你感受如何 对门徒来讲这里 大概他们想法就是 我们 我们 我们是有执照 这个 这个政治标记在我的身上 在我的脸上 这家伙没有 我不知道会不会是因为这个政治标记的心态 其实让前面发生的事情 演变成门徒争论为大 当他们有所不能的时候 可能在那里彼此怪来怪去 还是怎么样 我搞不清楚状况 我们可以很多的想象空间 但是就是在这个情境下面 他们要禁止别人 然后耶稣基督说 No 不要禁止他 讲出了这句宽容性的话 各位更有趣的是 我喜欢福音书的作者 在福音书里面对耶稣的叙事当中 有很重要的一些骗语 不然包括这一句 你看到讲完这句话 宽容性的话之后 路加上面就讲一件事情了 就是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主的事情 第五十一节 耶稣被接上身的日子将到 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 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 我们知道这句话在福音书里面是 有很深的一种的情境的转换 什么叫情境转换呢 就是张力越来越大 耶稣基督每每 他定义向耶路撒冷去 他heading for Jerusalem的时候 就是表示那个张力就越来越大 他靠近他的使命 他面对那个敌对 是越来越强的 反对他的施力 是越来越鲜明的 就在这个情境中间 他们要经过撒玛利亚的村庄 那些人不接待他 而且再讲一次 因为他面向耶路撒冷 路加再讲一次 就是那个张力越来越大 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他 然后呢 五十四节 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 就说主啊 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 烧灭他们 像以利亚所做的吗 耶稣转身 责备这两个门徒 你们的心如何 你们并不知道 人子来 不是要灭人的性命 是要救人的性命 各位 我觉得在我的成长中间 我在家乡教会是一个独立的教会 教会的形式 有点像长老会 弟兄会跟进行会的合体 独立教会就是有这种能耐 但是信仰都是 倾向温和的加尔文中 我从小在这样的文化 这样的信仰里边 当然更早的时候 基要主义非常的深 在这样的情仰中长大 对我来讲 我很能够体会 雅各跟约翰这里的表达 他们反对你 从天上降火下来 烧死他们 这是一个排他性的 鲜明的诉求 但是耶稣基督在这里阻止他 我要说的是 在我的体会当中 每每我们在信仰的境遇的里面 我们跟这个世界互动 每次遇到更强大的敌对的时候 我们的反应都是排他性 我们面对反对势力的时候 我们会面对真理之真的时候 我们会面对不包容 不接纳 或者说违反基督信仰的时候 我们的姿态都是排他的 但是在这里 我令我很深的思考 耶稣基督他在越深的排他的境遇中 的时候显出来的竟然是匡荣 门徒们还在争论谁为大 门徒们为他们自己所不能的事情 可能并没有很深的反省 门徒们说要放火 烧灭这些不接待耶稣基督的人 当然了 如果这里耶稣显出的匡荣 这个匡荣不是廉价的 因为紧接着路加记载 下面说什么呢 跟从耶稣基督的代价 显然这个匡荣 要付上很大的代价了 耶稣基督提到了 湖里有洞 天空的飞鸟有窝 等等等等 这段经文里边 提到手扶着离 向后看的人不配进天国 好像很严厉 他的这个严谨 他这样的一个排他 他这样的一个独特的诉求 跟他的匡荣 跟他的对这个世界的接纳的部分 是两个不断的交织 出现在福音书里边 去到马可福音 各位马可福音在讲到 匡荣性的那段经文的前后 提到了小孩子的出现 接纳小子中的一个 各位这经文 各位可以细细的去揣摩 我再说我今天 并没有打算在这里 非常仔细的做经文对参的研究 我把我读经的一点感受体会 放在一起 马可福音那边更有意思的是 提到了 你不要让这个小子中跌倒 各位可能门徒们在争论 谁为大这个排他性的诉求里边 他们缺少的是什么呢 缺少的是谦卑 忘记一件事情 是马可福音那边提到的 马可福音提到说 言 提到这个你们是言 要有和睦 这几个经文就出现了 各位我稍微整理一下 我想排他性的诉求 很鲜明 这里是我想到一件事情 法利塞人在斥责耶稣 在诬告耶稣说 你靠鬼王赶鬼的那个赶鬼事件 其实跟这里 耶稣讲 宽容性诉求的那个赶鬼事件 两个很相似 路加福音第十一章 耶稣基督赶的鬼 是一个哑巴鬼 哑巴鬼不是鬼哑巴 是那个鬼让人不说话 是赶那个事件 所以那边的背景是相似的 那在这里呢 门徒们从登山变巷下来 雅各约翰他们下来 彼得下来 发生了这个事情 他们赶不出的那个鬼 那个鬼也是哑巴 马太福音多加一个说 所以两个都是赶鬼事件 引发的事情 只不过在第一个 排他性诉求的里边 耶稣基督赶出 他亲自赶出的 这个雅巴鬼的事件里边 法利塞人对他的诬告以后 耶稣基督讲出排他性的话 而在门徒们赶不出 这个雅巴鬼的事件 后来耶稣赶出了以后 的故事发展 下面耶稣基督讲出了 宽容性的话 一个是对法利塞人讲的 一个是对门徒们讲的 这可以令我们 做什么思考呢 难道师父在意味着我们说 我们对主内的 主里的弟兄姐妹 要有旷容 然后我们对教会的敌人 对福音的敌人 我们要排他 真的是这样吗 各位我刚才说过 我这边做了很多联想 可能不清晰 有点懵懵懂懂 确实的 我觉得圣经里面越读 越多的福音的辩证 我们都要谦卑 来寻求上帝 你知道吗 一直到今天 很多的弟兄姐妹 把圣经的法利塞人 比喻成我们教会的当权者 因为当时法利塞人 是社会的当权者 宗教的当权者 所以今天教会的这些长老牧师 就是法利塞人 神学院里面的院长 老师就是法利塞人 这些人该骂 所以我们看到在马可福音这边 对不起 路加福音这边也有 后面里边有对 马太福音里边对 法利塞人的 你有祸了 你有祸了 路加福音这边有六祸 一连讲了六个祸 所以我们就开始责备 责备这些当权者 就好像耶稣当年 责备当权者一样 我有点doubt 我有点疑惑 这方面 我觉得我求主帮助我 我每次想到这个部分 我都很谨慎 法利塞人真的是 耶稣基督的敌人吗 我这里又看到 耶稣基督接受 法利塞人的邀请一起吃饭 当然了 他下面讲了很多严厉的话 凡是耶稣基督可能认为 是敌人的人 是社会不能够接纳的人 是社会不喜欢的人 耶稣基督都要靠近他们 我要说的是 今天如果我们要把当权者 想象成法利塞人 责备他们 我们要谨慎 我们讲我们要效法基督 但是我很怀疑 我们是不是在效法基督 我们前天刚刚是第91届 Oscar的Academy Award 那个Oscar颁奖典礼 我爱看电影 所以有时候我会跟得很紧 但是会稍微注意一下 各位你觉得 Oscar那个奖项当中 你有你的关注 我举个例子 我对最佳演员很有兴趣 最佳男主角 最佳女主角 一个最好的演员 他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最好的演员呢 我们通常要形容一个演员 我们欣赏一个演员 各位如果一个好的演员 他一直觉得他在 他觉得他在扮演一个角色的话 他很难成为好的演员 他除非把他自己想成是他 我们说带路感 对吧 今天有很多的弟兄姐妹 很多的教会 我们要效法基督 责备法利塞人 骂法利塞人 会不会有一天 我们其实不是在效法基督 我们在扮演基督 这是潘霍华牧师提出来的观念 事实上今天我的分享 跟我2002年在写神说论文 2004年在写神说论文的时候 的体会是有关的 我那一年在写神说论文的时候 关在一个小房间里边 夜深冷静的时候 在读着潘霍华的伦理学 非常艰涩的伦理学 却读得我泪流满面 不是读不懂泪流满面 是深深地被他触动 体会到的不只是他的思辨 而是他背后的心情 他在其中一张的文章 他这篇文章没写完 我们也知道伦理学 今天我们手上拿的伦理学 不是潘霍华原原本本 要写的伦理学 都是手稿 后世的人帮他编辑的 这个编辑的过程非常精细 这个就不说了 他其中写的一篇手稿 教会与世界 这篇只写了几页 没有写完 他单身的几页里边 就提到了 耶稣基督的排他性 与匡荣性的诉求 当然 这两个从来都不彼此相冲 但是他们是耶稣基督的本质 也是跟随他的人 都会面对的问题 我们如果没有掌握清楚排他 我们其实也是对 耶稣基督的认知失交 如果我们因为只有匡荣 我们当然也不认识耶稣基督 各位多年以前 我在信友堂慕会的时候 跟康牧师 有一些的互动 康来昌牧师 我后来才发现 他曾经写过一篇的文章 叫做《论匡荣》 可能你看过 如果没有看过的话 说不定晚上还是找得到 很有意思的一篇文章 是我觉得我不太认识的康来昌牧师 因为康牧师给我的形象 不只是形象 他确实是如此 我觉得他非常忠于信仰 非常为基督教的真理 正统基督教的传承 认为这是他一生的使命 捍卫信仰 传递信仰 也爱慕这个信仰 他在这篇文章中间提出的一些观念 我觉得值得我们思考的 他提到匡荣 排他的重要性 我今天不多说 他提到匡荣的时候 他提到什么呢 他说我们其实 我们跟非基督徒相处的时候 有排他 但也一定有匡荣 我把他这段话念出来 当我们与非基督徒相处的时候 只希望有一个外在行为的基本共识 例如我们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我们不能监管他们的内心 如恨人 奸淫和贪婪的心等等 他扩乎 基督徒应该如此自行 但不能要求别人 我们与非基督徒相处时 必须匡荣他们的外在行为 只要没有违反这些基本的道德标准 然后他说 基督徒对基督徒的宽容度 比对非基督徒的是更少 但也更多 宽容度更少 是因为我们不希望在基督徒当中 对罪恶和无知越来越宽容 圣经说 弟兄们 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剩 你们属灵的人 就当用温柔的心 把他挽回过来 对执迷不悟 鼓吹异端邪说的人 教会应当有和圣经的惩治 宽容度更多 是因为 格林多前书第十三章 《爱的诗章》中所说的 爱是凡事包容 基督徒既然越来越在真理的爱中生活 我们就应该越来越宽容 其他肢体的不同 如同手脚与眼睛的合作 能促进彼此的欣赏 互相的支持 是倚靠 而不是排斥 不只是匡容 还会喜悦 对我而言 我觉得这个学习太深了 我相信 每一个基督徒的养成 你的经历 对于耶稣基督的排他性 跟匡容性的诉求 会有不同的体会 有些人你的体会 你特别怀抱排他性 求主帮助我们多点思考匡容 有一些人可能 在你过去的养成中间 宽容性 基督的宽容性 里来讲很自然 说不定 需要透过圣灵帮助你 更多体会 和为基督的排他 我想我们在这一生中间 面向十字架 这是潘黄华说的 这两者 至终是汇聚在 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面 潘黄华根据 定十字架的基督论 基督的受苦 开展他的圣徒相通的神学 乃至于到最后 他的伦理学 贯彻始终 神帮助我们 神爱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 我也相信神爱 他的学院 他的教会 他的国度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你的话语是丰富的 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 哪怕是单一的个人 或者作为一个群体 沉淀在你的话语当中 也求主的圣灵 保守你的教会 眷顾你的羊群 在我们各样的世上 引领我们的心 尊你为大 也圣灵在我们中间 连接我们 谢谢你 主耶稣基督 他永远遮着为往 他的恩典 是如此的丰厚 我们可以不断 向他支取 而你的信实 也一直会在我们中间 生发功效 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Amen